有一次啊 这个画面我始终忘不了 有一次我们的总司令来开座谈会 我负责音响设置 音响设置在另外一个小房间 我都设定好了 然后我坐在那边 结果他讲没两句话 那个喇叭就嗡嗡声出来了 我那一瞬间啊 我说吵 跑去那个你知道 那一瞬间我的反应是那个 可是到后来你就不会了 那这个是对还是错 因为我的身体是对的 可是对礼节来讲是错的 对 你知道吗 我那一瞬间是啪起来 发出一个声音 不一定是臭了 就是一个很干的声音 你知道吗 然后冲出去调 是不是 那后来呢 你就会变得冰冰有理 稳定 这个你就去处理 那个东西就没有了 后天意识压力 对 那我们从小到大这种状况太太多了 太多了 那你说好好好还是不好 你要过人群的生活 你就你就必须要那个样子 是不是这样子 但是我们同时要知道我那个东西不能丢 所以要练 所以变得你可以出师也可以入入入试 你该该有的控制自己的该有的规范你会做到 可是那个原始的东西你也不会丢掉 我们要练到就是这个 所以我们人一定是从纯真天然慢慢社会化 社会化到一个程度到什么程度 到你有自觉的程度 我不应该再设计社会化 我要回到我原来那个纯真 你再开始把社会化东西去掉 那叫修炼 再回到那个天真 那个天真是什么时候展现 那个时候的天真的展现就是在你的认知 跟你的控制之内的 看不懂 那就是从见三不是三到见三是三到见三不是三 人就是经历这样子的过程的演变 看不懂 这就是人嘛 人为什么修行要活的命长呢 因为你命长才能把这个阶段走完啊 命不够长你走不完嘛 你走一半就死掉了 你没走完啊 这样不懂 人就是这样子嘛 不然人生下来太闲了 太闲了 你没事干嘛 所以就在玩 就在玩这个 社会化是不是一个学问 是 规范是不是一个学问 是不是该练的对 因为规范你们刚才在练这个 手手不可以动 要身体动让他转 这是不是规范 规范 因为有这个规范 你才练得出来这个吧 是不是 我不给你这个规范 你可以过来就好了 你永远练不出这个 要不懂 就是这样子 规范里面有我们需要练 练的 在那个规范里面才能够练的 你自然里面也有你的东西 可是你练不出规范中的那个东西 那规范里面的是什么东西 是你自然达不到的 那个叫做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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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潜能 好 知道了吗 因为你自然状态下 我们越来会越喜欢去用 我们觉得顺的舒适的 我们习惯的一些方式或者动作 那那个习惯会越来越小 越来越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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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慢慢就在这个小范围内去习惯了 规范不是 我们在练这些东西 为什么那么多的限制 因为它在限制里面 把你能做的东西慢慢扩大 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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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道不懂 你扩大到一个程度了 那些规范统统不要了 你去自然了吧 你自然就在你的活动范围 就比当初要大了 你也就是从心所欲不欲举 知道了 那有没有这样过的花梢 对 他们不懂 人就是这个样子 人一生就是玩 就是玩这个嘛 工作里面给你的规范 工作里面你不爽的事情 那你是要在那个里面要练 要练什么 你要去改变你的什么 重点是这个 重点不在你是不是爽 重点在我要改变什么 听不懂 懂得吗 不能改就挂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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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人这个这个人的本质啊 进步的一个方方方方式 好 好 再练了吧 今天 今天 是 有